黑板這邊的話呢 我們寫的就是這個單元的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講的是家庭用電安全 家庭用電安全呢 什麼注意事項來看這邊 第一個我們的家用電路呢 為了要去保護它 所以會設置一套 所謂的保護電路裝置的保險絲 保險絲的目的就是要保護電路的安全 當這個電路超過負載的時候 它的保險絲就會燒斷 以上這個說法是在很早期的電路設計 我們現在電路設計不用保險絲 因為保險絲燒斷要重新接過很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叫無融絲開關 早期保險絲的話呢 它的燒斷之後就要換過 所以它會被燒斷 為什麼容易被燒斷呢 因為這保險絲它的設計是電阻大 熔點低的一種材質 它的電阻很大 熔點很低 然後呢 在接的時候呢 是跟整套電路做串連接法 它的材質是千錫合金 然後這保險絲呢 因為它的電阻大熔點低 為什麼要熔點低 容易被燒斷 熔點越低的 越容易燒斷 熔點太高就燒不斷 就不能夠保護電路 因為保險絲就是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因為它要燒斷 電路才斷掉 才能夠保護電路安全 不然整個電線會走火 所以呢 不可以隨便更換保險絲的粗細 它的粗細有規範 看起來差不多給它換掉不行 它是有規範的 那更不可以呢 用銅線來取代 因為有些早期的時候 找不到這個保險絲的 千錫合金的保險絲啊 旁邊有電線拿來做接上去 這個會有個問題 當你電流超過負債的時候 它不會燒斷 導致整套電路可能就電線走火了 那電線為什麼走火 就有講到電阻的問題 這電阻呢 它本身電流在流動 會有阻力在 那這個阻力呢 一旦產生之後呢 它就會發熱 你越發熱的時候 電阻就越大 越大電流越不容易過 它就越熱 所以一個二星的循環招呢 它的電流 它的電線就會燒起來 燒的時候 它是把外面那個皮啊 絕緣的皮先燒融化 融化這兩個電線就碰在一起了 就哔哩哔哩 像放鞭炮一樣 就一直往下燒起來了 就所謂的電線走火 所以呢記得喔 不可以隨便更換保險絲的粗細 更不可以用銅線來取代 後面我們設計的烏龍絲開關呢 就不用頻繁的去更換保險絲 它跳電的時候 它一跳開 把它再壓回去扣上 它要重新再啟動 它裡面設計 因為你是透過這兩個 一個是電流的磁效應在那邊上到 還有電流的熱效應 整個一起做合併搭配 後面上到的時候 把這邊都做個詳盡的說明喔 那保險絲的代號呢 長這樣子喔 它是一個S的圖案喔 所以這是一個保險絲 這是一個保險絲 這也是一個保險絲 所以我們這邊呢 有三個保險絲喔 我給它寫ABC好了 這是A保險絲 B保險絲 C保險絲 另外呢 這三個電阻呢 我給它寫夾一柄 夾電阻 乙電阻 柄電阻 所以你看 這個電路的設計什麼情況呢 這是電流在供應它喔 在走的時候呢 這個B保險絲 專門設計保護甲的 所以甲萬一超過負債 B就會燒斷 這個C呢 它是保護乙柄的 因為乙柄是並連接 所以電流流過來之後呢 它這樣走過來 乙柄就怎麼樣 它是並連接法 所以這C保險絲是保護這兩個 不要超過電流負債而燒斷 那這個A很明顯 它就是總保險絲 它保護全部的電路 所以它一燒斷 全部都不能用了 有沒有 它A放在這個位置喔 所以它保護的是 甲乙柄電路 甲乙柄加起來 超過負債的話 A就會燒斷 燒斷之後 全部都不用過了 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樣設計呢 這B保險絲呢 保護的是甲 所以當這個甲燒斷 乙柄還可以用 這C呢 保護的是乙柄這兩個電器 如果乙柄超過負債 這C燒斷之後呢 這個甲電器還是可以用 這A怎麼樣 保護全部的電路 所以A保險絲 一代燒斷的時候 全部都不能用了 這所謂的保險絲 記得喔 保險絲我們在挑的時候呢 它的設計原理喔 它是電阻大 容點D 為什麼要D 因為它要被燒斷 它是犧牲少我 完成大我 所以必須要很容易被燒斷 容易被燒斷的 就是容點D的意思 這樣清楚嗎 可以喔 那我們那個 在講義的22跟23 有些補充的東西 同學可以再讀過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在 講義的第24頁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24頁的第一題喔 好第一題要提問是說呢 有關用電安全的敘述何者是正確 A他說 安裝適當的安全負載電流的保險絲 或五融絲開關 這個就對了喔 所以大家選A 好那B為什麼錯 他說一個插座 可以連接多條延長線 只要不超過插孔數目即可 當然是大錯特錯 我們很喜歡把那個插孔 插滿滿的 都不管他電器到底接了什麼東西喔 但是呢 這樣接法就很危險 因為一旦超過這個安全負載之後 如果這個插座本身沒有設計 跳電的功能 就是斷電的功能的話 他可能超過之後 那個電线就會開始變燙 然後變軟 然後就開始走火 那是很危險的喔 所以這個B是不對的喔 那C他說保險絲燒斷可以用叫C的銅線取代 只要是銅線就不行 跟你出C沒關係喔 所以這C也是不對 那珠他說 以拉扯的方式拔出電器插頭 實際上小心一點 以免拉斷電線 喔這個太好了喔 順便做個安全教學喔 我去找個那個插頭給各位看一下 好囉 像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的一個插頭 他在講什麼東西喔 你看 這插頭OK啦齁 這不是大問題啦 萬一說他插住的時候 這樣插住的時候 你怎麼去把插頭 很多人是直接這樣子拉對不對 這樣拉的後果就是這邊會脫落 這拉久之後 這邊可能就會怎麼樣 接觸不良 或是他被拉到一個快要斷掉的情況下 那條電線碰在一起他就短路了 然後整條會燒起來 所以不要這樣拉 那怎麼拉 要用這個頭 有沒有知道 他的設計是給你去用手去壓住他 這樣拔出來比較安全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下一次你拔插頭的時候 記得喔 不要這樣拉 拉久就掛掉了喔 一定要這樣子去拔插頭 好 這是給各位同學做個安全教育一下 再來呢 所以不是說你拉小力就沒事啊 是要拉對那個頭 那答案選的是A 這是第一題 好第二題 有關用電安全的敘述 何者是錯誤的 挑錯的 A他說 身體潮濕時盡量不要操作電器 以免發生觸電 的確啦 身體在很潮濕 像剛洗完澡 盡量避免就馬上用吹風機 因為還真的有就是一個吹風機漏電 然後被電到的喔 然後甚至發生生命的危險 所以這個要盡量避免喔 再來B拉說 在同一個插座或延長線上 如果同時使用多種電器 有可能會發生電線走火 的確喔 你如果同時使用很多電器的話 尤其有幾個東西喔 像是電熱水瓶 像是吹風機 像是那個大瓦數的 那個烤箱 微波爐 氣炸鍋等等喔 他要使用電量很大的 所以你同時給他擦同個插座的時候 你可能電線就會開始啊 插座會冒煙 電線會走火喔 這很危險 那希他說 無融式開關 如果跳開形成斷路之後 可以直接重新再開啟 不用檢查是否使用太多的電器 所以你要這樣想喔 他會跳電會跳開 就是因為你怎麼樣 用電量超過負債 不是說你都不用檢查 直接把它充啟動就好了 這還是很危險 還會再跳開 所以如果這個電路會跳開 就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電器用品 用太多了 插在同個插座上 要把它先拔掉 停止使用才可以喔 所以希是錯的喔 不能不檢查 要先檢查一下 哪些電器先不要使用它 再重新啟動這個無融式的開關喔 好 所以答案選的是C喔 那說他說 有人觸電時 不可以直接用手 將觸電子拉開 的確喔 比如說下雨天的時候 你發現電線桿附近 有人觸電的 摸電線桿觸電的話 也不能用手去摸它耶 你摸它你就一起電 所以就是要用其他的方式喔 就盡量就是先觀察 確定本身的安全 沒問題之後 先能自保 再去救別人這樣子喔 好所以答案選的就是C喔 好 再來第三題喔 這邊呢 有幾個電器喔 他說哪些電器共用 會造成危險 它的延長線的一個插座標示喔 第三題喔 它是110伏特情況下 電流最多25安培 其中呢 這個假電器呢 它給的資料是115伏特 但是呢 是800瓦的電鍋喔 電器用品名稱我就不寫了喔 乙的話呢 是110伏特 但是呢 1000瓦的吹風機 好 丙的話 它是110伏特 2000瓦的電火鍋 電火鍋是甚麼東西啊 就電鍋吧 好 在丁的話呢 110伏特 1200瓦 的微波爐喔 他說哪些 哪些電器共用這個插座時 會造成危險 好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去求電流 根據公司PIV 還記得吧 P等於IV P就是瓦數對不對 那I就電流 V是伏特 你要求電流多少啊 把它移過來除 對不對 所以電流I等於P除以V 好 什麼意思呢 你用那個瓦數去除以伏特數 800瓦除1100啊 得到那個結果就是電流幾 多少電流 800除以110 大約是7安培喔 大約然後7啊 1000除以110 大約是9安培喔 因為乘以9倍990吧 這個呢 相除之後 20 18 18 大約18吧 18A吧 還不到20喔 然後這相除之後呢 11 11 11A吧 大約了 大概就好了 因為我們只是算個結果 他說哪些共用會發生問題喔 A說假跟乙 加乙相加16A 不到25A沒問題喔 那B說乙丙 9加18 27A超過的 所以B就有問題喔 C說假釘 假釘 7加11 18A沒問題 還沒超過 乙丁 乙丁是20A 還沒超過 所以會有問題的就是乙跟丙 所以乙丙不要共用 會發生危險 這樣知道嗎 這第三題喔 好再來 好再來我們看那個第四題喔 我把這先擦掉 我把這頁上完好了喔 把這個做一段落之後 再來下課喔 好看一下那個第四題喔 好說他洗衣服啊 電風扇打開 結果整個房子電燈都洗了 洗衣機電風扇也都沒有電了喔 經過檢查發現了 總電源的無融絲開關跳開 下列何則為啟動電風扇 瞬間造成停電的原因 為什麼動個小小電風扇 整個就停電了喔 其實不是電風扇的問題啊 是全部的總電流都超過的喔 所以答案選擇是B啊 流經無融絲開關的電流變大了 因為這個電風扇的關係啊 導致整個都超過 它就會跳開 好第五題 有關家庭用電的經注意事項 何則錯誤喔 欸他說 電氣長時間不使用 是應該拔一下插頭 通常啦 這電氣不用它最好是先拔掉 這沒有錯啦 B他說 插座不可安裝在靠近水源或熱源處 我們盡量避免旁邊有水 或是比較熱的地方喔 因為越熱就容易出問題喔 然後有水更不行啦 那系他說 不可以在同個插座 或用延長線連接多種電器 的確啦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啦 那時候他說 只要站立在乾燥的地板上 就可以隨意的觸摸電器 當然是不對的喔 隨意答案選諸錯喔 好第六題 如果用電不剩 可能引起電線走火 有關電線走火的敘述 何則錯誤喔 A他說 短路會造成電線走對 電線短路就是走捷徑 表情要先碰在一些短路啊 還是會造成電線走火 B他說電線走火通常會造成重大損失 通常都是 而且要可能生命的危險喔 那西家說 避免電線走火應該電路中並連適當的 規格的保險絲 把它並連圈起來 錯了吧 應該要串連喔 保險絲跟整套電路是串連接 你並連接都把它收起來了喔 所以答案選擇是C錯 那諸他說 電路中的電流超過安全容量時 會有電線走火的危險 當然是啊 所以答案選擇是C錯 所以關於這個家裡用電的安全呢 我們還有些題目還沒上完喔 下次可以上完 上完之後我們就順便交電池的部分了喔 好那我們就今天上到這裡囉 拜拜